可是這會不會太離譜啊 這東西難道余齡真的沒有王法了嗎 其實監察院1月24號就去勘察 對 那監察院是獨立的機關嘛 那他去勘察 那國民黨在那邊去指涉說什麼綠營啊 現在在操家滅祖 這個這都不是事實喔 監察院他去獨立的去勘察 這個這個表示有所本 那我們可以來看這整個事件來看 從這個台中的嚴家 中俄選區的嚴家 一直到現在雲林的張家 這個一案接一案的報 這說明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在早期就是NP四重主義 把整個地方派系派法把它長出來 你綜合也很多土地的主人 就是這個派法長出來 因為這個派法呢 它形成地方派系之後 NP四重就是 它是一個利益結構的關係 非常複雜 然後他可能在議會裡面 他長有一定的席次 所以他可以拿到議長或副議長 那麼他在這個縣市政府呢 他就想這個想方設法 也拿到行政權 所以你看喔 地方派系來說他有行政權 所以他可以有相關土地利益 他有這個都市重劃的問題也好 他有這個國有地 市有地 哪裡的土地 可以把它交出來 給這個所謂的家族 讓這些家族呢 去分配利益 對 可以看到 你看喔 包括這個中二選區的嚴家 或現在的雲林的張家 他們這個手法如出一策 就是說 包括農地 你看 蓋為建 農地就農用嘛 那看到他這個農地面積 不得待於農地面積10% 那保留90% 對 要作為農業生產之用 這顯然都沒有 好 再來 違反濫肯 對 難怪監察院要下去查嘛 對 這個是非常 這個有指標的事實 那再來 你看 他們都有一個貫通性 佔用國有地 對 那不僅這樣呢 包括這個 中二選區的嚴家 還有這個 用公保地 把這個 要讓兒童 郵具使用的公保地 也拿來做使用 對 所以 很多很多的土地利益 他們 早期 他們認為這外界呢 都不會指導 但現在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臨近一當選之後 就新政治的開始 大家要訴求的是說 到底這些地方派系來說 我們要把這個利益結構拔開來 好好的檢視一下 這裡面到底 從過去這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 我們要把這個害蟲 毒蟲 把它全部的 把它消滅 這臺灣 臺灣走向這個 新的政治 包括我們中和 也蠻多的啊 就是 捷運站 可以因為 這個 捷運站口 那就移到 爆料 自豪爆料 就移到 你的土地上 沒有 之類的種種啊 手法都是一樣的 自豪連任就看這 爆料 就是說 就是說他這個 用都市計畫 對 那再來呢 就是說 這個捷運的路線 那可能都有行進土地 土地土地 對 都是你家族的土地 所以 我要說的意思是講 就是 行政權 跟這個議會 跟議員的席次 全部綁定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NMP 四重主義 會長出來 就是因為 現在 像雲林的張家 因為他 還有一些 市民代表 或者是這個 鄉民代表在裡面 對 所以他綁得更深啦 對 他綁得更下去了 對 那現在以六都來說 是沒有這種 什麼 鄉民代表之類的 等等 鄉鎮市民代表 所以 以六都來看的話 像 中二選區的 嚴家 這次就吃了一些 閉門羹了 對 那 這個 要被高度檢視 是 監察院 一定要好好在徹查 那包括 褚英傑 會持續的把他 這裡面 把他挖出來 包括 蘇智芬其實當過縣長 對 他一定有很多 他過去在縣長任內 對 可能在那個時代 他 沒有辦法出手 對 但現在因為面對新政治 跟大家高度檢視的要求之下 沒錯 第一 第一就是中二選區的嚴家 被扒開了 對 再來就是雲林的張家 其實還有很多 各個這個地方政治的家族 你到底綁多少土地利益 把它全部全面檢視一遍 才可以讓國人看清楚 早期國民黨是如何運作的 對 利益結構 是如何把這些地方政治的政治人物 把它養到那麼大 養到大到 我們可能像我們這種沒有家事背景 對 選的都很辛苦 但他們那種有家族政治的 利益不斷 那因為他們知道怎麼圈地 他們知道怎麼養地 他們知道如何佔有國有地 他們知道如何運用土地利益 來賺取更大的利益 非常謝謝志豪 這邊正告綜合土地的主人 志豪剛剛比較客氣 但是小弟我也是綜合人 哪一天小弟有空就來研究一下你們 來個大爆料 我來處理一下 對 我跟地方沒什麼瓜根 一個個把他們處理掉 年後來處理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博弈 博弈其實這件事 我大方向是認 因為當然很多人不認同國民黨 要喊司法迫害 但我大方向是認同 因為我們看古裝劇也知道 到宮廷一定要先喊大人願望 先喊司法迫害再說 這我覺得都政治差不多OK 可是現在狀況是面臨到說 有些東西已經不是司法迫不迫害的問題 比如說像余林這件事 這很清楚嘛 空拍組他的占用面積就超過了 然後這個很清楚 這個要蓋咖啡我也OK啦 可是這看起來沒有咖啡樹 咖啡豆的樣子 你們這要怎麼去處理這些 所謂地方正式盤根錯節的狀況 還是就無解 就算了 其實想第一個 在台灣的法治國家 違法就延辦 這沒什麼好講的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無法去改變這個事情 可是好像沒有爆料就沒有辦 現在變成狀況是這樣 老實講啦 我也不能說是每一個人 是否我們都有主動能力 知道他有沒有做違法的事情 我相信不管藍綠或各個時代 可能都會有這種狀況 可是很簡單的 如果有出現這種情況 被爆料了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也只能夠做到這樣子 可是對張家很傷 當然是傷 就是問題是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你選舉就是這樣子 你放棄處理 不是不是 違法就違法 我已經講過了 如果他沒有違法 他一定要想辦法出來自清 這反罪該做的 這是政治的攻防 對民黨而言 邱毅人講過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 歌喉歌要斷 選舉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好說的 尤其之前中二選區補選 打贏家的方式很明顯 結果成功的 有用的 有用的嘛 所以接下來一定會嚴格檢視 所有的縣市首長 尤其現在是藍營縣首長 一定會被檢視 因為我們就不要多14個縣市嘛 所以接下來年底很快就到了 在這段中間過程當中 這些檢視當然合法 應該說 剛剛該去做就去做 但有沒有政治的味道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 都有政治的意圖在裡面 沒有錯 可是這東西也很單純 國民黨自己就是要知道 民黨這麼強力來做這種動作的時候 還是要自愛啦 沒錯 包括如果真的有問題的人 早點自行先處理 先盤點一下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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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點 盤點太過分了 但是如果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就知道該怎麼法規走 對 不要再有僥倖 或是不要擋後拖 因為後拖的結果 一定不會是好的啦 現在看起來 雲林的處理方式跟嚴家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拖自覺 你講好 我覺得事情爆發出來了 雲林當然站出來講清楚 他去怕蘇智芬沒有愛是怎樣 這個還是要我覺得 你扯感情是幹嘛東西啊 無聊吧 他覺得他太殘酷了 沒有愛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很有愛 因為我很愛我弟弟 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 我會高高級起 輕輕落下 然後呢 明明根據法規呢 是可以發 六萬到三十萬 但因為我很有愛 我很愛我弟弟 所以大家 蘇智芬沒有愛 看不出我的愛 我很愛我弟弟 所以我只發六萬 我沒有發三十萬 而且根據水土保持法 是可以沒有改善 可以累發 可是因為我很有愛 我很愛我弟弟 所以我也沒有再發 這個酸度我給一百零二分 謝謝 請給我愛心 酸度破牌 有沒有愛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當地上你去扯蘇智芬缺愛 是怎樣 歪樓了 我知道兩個女生鬥很兇沒有錯 這個他們之前就有很多恩怨 所以我老實講 到現在這除了是政治攻防之外 也是現在是法律攻防 兩邊既然已經出手了 你該怎麼回答就回答 如果你能夠站得住腳 你就把他擋下來 甚至回擊 站不住腳 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這時候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包括民黨已經提出他的證據來了 就已經沒有什麼好在用 模糊空間 或者道德空間來做解釋了 應戰 完全的把自己戒備好 要知道年底選舉剩10個月 11月26日就投票了 沒錯 各縣市首長 民黨會不會用類似的處理方式 來做政治攻防 我認為一定會 一定會 包括你說基隆 桃園 包括台北市 現在很快就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把自己戒備好 該怎麼做 包括你收集情報 該怎麼去應對 對 都先想好 我認為這個對於年底的選舉 包括你個人的聲望 跟未來政治前途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 那很多那種相怨啊 或者是情感投射 我們到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你講情感投射 只會被對方再來見縫插針 或者是來攻擊 沒有必要做這事情